Hello 大家好 今天我们要进到Unit 17这个单元 继续来了解房屋地产地理环境的生字介绍 那房屋地产我们在前一个章 16章单元有学到一个字叫property 那我们也可以用real estate 它是指房地产 还有地理环境叫geographical environment 那我们接下来就继续看它的生字介绍 第一个单字叫adjason 这个字呢我们可以先用它的音来记 用音来做连结 adjason的音啊很像我们中文的儿接仙 我们用儿子接仙这三个字来记 如果小朋友他是住在学校附近的 是临近学校的 他是临近靠近学校的儿童会被先接走 adjason adjason 所以呢会被先接走 也表示他是next to 他是相连接的比0的意思 adjason这个字请你用写音去记它的意思哦 adjason这个字的课本例句是 Mr. Jones and to purchase that two-story house which is adjacent to the beautiful park 好我们的琼斯先生呢 他的目标来各位帮我把a i m画起来 am这个字我们在前面的章节学到是目标 am这个字当作动词是目标 后面呢and to表示有什么目标去做什么事 and to do something 各位留意这个to是补定词 补定词后面加什么 补定词后面加原型动词 这里的原型动词叫purchase Mr. Jones and did the two-purchase 所以我们的琼斯先生他本来and 他的原本打算目标就是要to purchase 去购买一个to story 来story我们刚刚学到了 story当作名词是有几层 层楼的意思 那to story就是两层楼 他打算要and to purchase the two-story house 他打算买下这两层楼的这栋房子 那这栋房子有什么好处呢 继续往下补充说明 which is adjacent to which is next to the park which is adjacent 你看adjason就是表示临近的 他要临近 which is adjacent which is next to the beautiful park 他就刚好是笔邻在漂亮的公园旁 好接下来呢补充这个片语就是be adjacent to be adjacent to be adjacent to就是表示a跟b两个人之间的位置是相比0的 可以换成be next to nest to在什么的旁边 好接下来第二个单字叫做atic atic 什么是atic atic这个字是一种房屋的格局 它是顶楼像这样 我们的欧洲的房子欧美的房子 他们很习惯就是这种间 这种房屋三角形的房屋 所以这个地方最上层的地方就会有这个空间 这个地方就叫atic 它有很多方式 而且它的采光可以像这样的方式做采光会非常的好 环境看起来会非常舒适 好那我们来看看atic是格楼顶楼 课本地句是 Amelia rented a small attic room atic room as her temporary temporary residence because she had unlimited budget 好我们看一下句子 我们的主持呢 Amelia 她呢rented 她租了动词 这个rent是租 她租了一个small 小小的atic room 她租了一个顶楼的房间 一个阁楼的房子 空间比较小 所以比较便宜 她租了这个small attic room 她租了这种阁楼房 把这个房子呢 as作为它的temporary temporary是暂时的 resident是名词叫居所 所以呢暂时的居住地叫temporary resident 她把它作为是一个temporary resident 一个暂时的居所 原因是因为呢 为什么要租这么小的atic room呢 因为because she had a limited 因为它有一个limited的 limit这个字叫限制 l-i-m-i-t是限制 自尾加ed变成形容词 叫做被限制的 因为它有一个limited的 一个限制的 有限的budget预算 所以她只能够买small attic room 再来呢我们看到单字由temporary 暂时去歪加上ily就是副词temporary 那它的名词相反permanent永久的 再来呢动词resign是居住 把这个字呢字尾改成ence结尾 就变成了名词